大家好,我是DreamerL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女历时代来临 女人拥有更多的面貌 也有更多的机会证明自己 丰富别人的想象 今天我们不谈那些光鲜名人的成就 而是要贴近生活中的女性朋友 以街坊的方式 听听这些你我身旁的女人 她们所成就的不平凡小事吧 在毕业前夕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去欧洲旅行 骑比较远的脚踏车 永河到淡水 花时间陪妈妈 我报名了配音班 减重 在这个月我都没有去逛街花钱买东西 我最近开始运动了 手游游戏我连续登录1000天 最近带家人去日本玩 学煮菜尤其是做玉子烧 11点左右我就把手机关机 考到机车驾照 考到珠宝鉴定师的征照 去流浪动物协会当志工 就是我从大三个开始打工存钱啊 然后我也觉得说 啊我自己出去会不会英文不好 所以我就在那个线上平台练习英文 就是以前会很害怕跌倒 但现在就觉得说跌倒好像不算什么 走出家门这件事情很重要 自己会看很多教学影片 然后学习 运动跟饮食的控制 吃了90天的减脂餐饮 然后每个礼拜要去运动 前一两个月都一直狂找自由行的资料 其实就是忍住 就是毅力而已 花非常多的时间在读书上面 然后花非常多的金钱 然后打两三份工 包括说去茶店打工 包括本来的正职 然后才能够缴付学费 以及就是要通过考试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运动习惯 今天上网查了很多课程 然后去比较就是还是要完成工作 所以也付出很多努力 我希望贴身衣物是可以让我的 就是每一段旅行都可以非常的完美 比较舒适 然后又比较轻薄一点的款式 运动起来就感觉会很舒服 舒服自在 不会乱跑乱动 像是另一层肌肤这样会更好 舒适 然后可能要带一点性感 把优点展现出来 具有功能性 可是它不能有存在感 有支撑力 然后舒适 微微的性感 胸部可以非常集中跟混圆 让它看起来整个就饱满一点 觉得透气很重要 材责很天然 然后要很透气 对 然后也可以修饰一下我们的体型的话是最好 不会觉得有负担 然后好像就是身体的一部分 可以集中更好 有 我有信心 然后我发现原来我自己可以这么勇敢 我们都很努力认真的在过生活 所以我们都很值得拥有很好的穿着体验 有 我有信心 当然啊 我觉得每个女生都应该要拥有这样子的 贴身衣物的呵护 我相信我值得这样子的体验 有自信我值得这样的体验 有信心啊 值得 这样有信心 我当然值得啊 有 我觉得我OK 当然值得啊 很值得 值得啊 当然没问题 可以啊 一定可以的 有 我有